好,我们今天介绍那个Squitch 就是你们之前过关的 过关的那个东西 那我们 我们需要的电脑先安装两个版本 这个是1.4是旧版的 这个比较小吃的是新版的 请各位使用新版的把它点了一下打开 那在打开之前 对,等一下 如果他问你要不要更新,我们先不用更新 你在那个打开之前 请你把你的桌面的解析度调整一下 因为我们学校这个解析度呢 不对,你们的解析度是不对的 有的人图很大,字很大 来,请你在空白的地方 按右键,滑鼠的右键 然后荧幕解析度 这里呢,请你调成1280×1024 这个是我们学校电脑 JP电脑的解析度 最好的解析度是这样 那如果你家里是什么宽荧幕的 那可能就是14-0×900之类的 你要自己去试一下 好,调好之后按确定,然后按保留 如果他有问题要不要保留的话 好,那这样子调好之后呢 再把你的Squatch2打开 打开之后,你会发现 这个积木的字糊糊的 好,那我们要把积木的字 变大一点的话,怎么弄呢? 你的那个左手,请你按着Shift Shift知道吗? 知道 左下角有一个向上的箭头 有一个SHIFT 那个按着 好,那个按着 哪里按着 那个按着之后滑鼠 移到这一颗地球上面 按滑鼠的左键 好,按了之后 他就会出现这个功能表 那上面呢,这个是选字型的 选那个国籍的 所以他这里有很多国家的语言 那我们中文是在最下面 正体中文在最下面 那不过他一开就是中文的 所以你这个不用改 好,那你要改什么呢? 你要改第二个选项 第二个选项是Sandphone Size 就是改变字的大小 因为这个字太小糊糊了 所以我们把它稍微改大一点 所以你选他 选了之后 大概13号以上的字 就会很清楚了 所以请你选13号以上 好,这是14号的字 好,这样就会蛮清楚的 来,请各位处理一下 好,那 这个Squitch 2 这个2 他是新版的 那他左边这个地方叫做舞台区 那个是旧版的 新版的跑到左边 但舞台区就是你演出的地方 然后这个地方是后台区 后台区 那后台就是所有的演员 准备的地方 所以你这一幕戏如果有三个演员 三个演员就要出现在这边 那他是用制作电影的概念 制作电影的概念去做这个游戏 或者做动画 要怎么用才能把其他演员弄在一个后台区 我会讲,不要急 好,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你写层次做造型处理音效的地方 那这边有三个标签 如果你点到写层次这边 那这里就是放层次 如果你点造型 这里就是处理你的造型 那这个点到这里就处理你的声音 那这里叫做角色 这每一个人物都叫一个角色 他是一个角色这样 那这个造型呢 是指这一个人物里面 这个人物他有几种不同的样貌 这个叫造型 所以人物也可以变色 对 所以同一个人 同一个人他可能会有很多种造型 比如说 这个如果是邱文正的话 那这里可能会有邱文正大笑 邱文正哭泣 邱文正走路 那个左脚在前面 邱文正走路右脚在前面 可能会有各种不同的造型在里面 那你到时候要表现出什么样子 你就去切换造型就好 这样懂意思吗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实际来做了 好 这个角色呢 如果你今天 你是那个大导演 我是大导演 你是大导演 那如果今天你不想让小猫上场 你就 按右键 在小猫上面按右键 叫他回家吃自己 三层 好 三层 好 那我今天如果想请一个漂亮的美女 当作主角的话 这边角色这一个地方 这里有新生角色 那有三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是从仓库里面挑 对 对 就三层里面挑 你就选好之后 这里有分类 有分类 然后你可以慢慢选 选好之后呢 按确定 他就跑进来了 好 你就雇用他当主角 好 那如果你还需要另外一个 你是要用自己手 自己手画的 那你就用这一个 好 这个是自己画 比如说 我随便画 画一个圆圈圈就好 好 如果你这一个是 你的另外一个主角 那你画好之后呢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可以 好 新生 不是 新生是要从外面较进来 好 这样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 你有外面的图片 好 你要你是从Google下来的图片 或是你自己拍的照片 或是其他的图片 是自己下载好的图片 对对自己下载好的图片 对对自己下载好的图片 那就要从这里打开 好 点一下 然后到第一点 看你放在哪里 我随便找一个 好 好 这个不知道什么图片 然后你直接用交作业 好 好 用这一个号 如果网路上下载的图片 就用这种方式 把它放进来 好 那还有 如果你有装网路摄影机 你可以用拍照的 好 从相机截取 那点下去 好 那按儲存 他就拍照拍好 好 所以 这几种都是可以新增角色的方式 好 好 那请你挑一个 老师 那如果不够放啊 好 不够放他会往下好啊 好 好 来 请你挑一个角色出来 好 好 那么接下来 如果你要调大小 好 你要直接调大小的话 好 直接调大小的话呢 你就 这边上面有一个 这个是缩小 这个是变大 好 比如说人太大 你要缩小 你就点一下缩小 然后在人身上 点一次就缩小一点 点一次多 你就可以多点几次 他就会说 说到你要的大小 缩小放大完之后 滑鼠在外面抵一下就好了 好 这样就可以说到你要的大小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 像这一个 呃 这一个妹妹 她这边有很多造型 对不对 好 所以 好 这等一下我们再讲 好 那这里也会有声音 所以你去播放声音看看 她会有她的那个声音 好 这个爆爆爆的声音 那其他声音也是可以录音 也可以加了 我们之后再讲 好 先来看一下 层次 层次呢 它这边很简单 它就是用中文的很多积木 那你把它堆起来 它就会按照你指定的方式去做动作 好 比如说 但是 两种用法 第一个 如果你要直接测试这个积木 你直接在积木上 快点两下 哦 有没有 它就移动十步 有看到吗 有看到吗 可以 这个叫做十步 因为它的十步呢 是指在画面上的点数 点数 好 那如果呢 你要旋转 好 这是 顺时针 你就点两下 有没有 它就转秀度 点两下 它就直接可以测试积木 但是如果你要把层次 写起来的话 你就要把它拉出来 拉出来 拉出来 拉出来之后 快点两下 这个也是测试而已 你真正要把层次写上去 要加这个东西 事件里面 有一个当绿旗被点一下 这个是层次的开头 那有这个程式之后 好像这个都是程式的开头 有这种东西 你按绿旗的时候 就是导演说 Action 开拍的时候 它才会开始动作 它才会动作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程式 它这边都有颜色 帮你做好颜色分类 所以如果你要找动作类的 就点蓝色的 它这边都是动作类的 找外观变化的 就都在紫色的基础里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很多种分类 那那个控制程式 开头的 就是在事件里面 那你要控制它 什么情况怎么做 什么情况怎么做 就在控制里面 那你要侦测 有没有碰到什么颜色 有没有碰到哪个角色 或者提问题 或者是侦测那个网络摄影机 有没有什么动作 都在这个地方 侦测 然后这里就是需要一些 运算的时候 比如说 被妖怪打到 要身体健康要减一 或者我打到 买飞机打到那个 打到妖怪 要加十分 都在这边做运算 好 还有一些处理声音的 处理画画的 还有这个资料 要做变数做处理的 这我们之后再讲 这是他的画面 好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程式 我们先直接让这个 我先把它删掉 我直接用这一个人 那这里有两个角色以上 对不对 如果我今天要叫他来做动作 那我要把角色选到他 这时候这个程式是他的 那如果你点到他 这时候写的程式就是他的 所以你要叫谁动 程式要写在谁身上 他人缺要怎么动 好 来我们看一下 好 当我滤起点一下的时候 我就叫他一直移动 好 面向右边 这个是右边 90度 我让他面向右边 然后移动 然后呢 我希望他一直移动 一直移动在控制这边 有一个重复执行 看到吗 好那你要一直移动的话 就把移动拉过来 丢进去 这样就是一直移动 他会一直重复里面的东西 好 把他堆上去哦 好 开始了哦 他就一直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你看 我把他拉过去 他还是一直往右边移动 对不对 好 那因为画面在这里 他只有往右边移动 遇到最右边会卡住 对不对 那所以动作里面还有一个叫做 碰到边缘就反弹 把它夹在移动里面 他每走十步 就会检查 有没有碰到边缘 如果没有 他就继续移动 如果有 他就 就会反弹 好我们来看一下哦 怎么变 好 一直走一直走 碰到边缘就反弹 好一直重复 好来换你哦 好 那刚刚呢 你会发现哦 他往右边是正常的 可是往左边他会倒栽充 对不对 这个因为他的旋转的方式 这个地方 他没有被设定 那预设呢 预设都是可以 可以各 就是 这个各地的意思就是可以绕一圈了 面向什么方向都可以 所以他面向左边的时候 他会倒过来 好 那如果你只希望他都是保持正的姿势 那你就让他设定成左跟右 他只能左转右转 好 那我把它放在最前面哦 好 因为那设定只要做一次就好 不用一直做 所以放在最前面 好 现在我再重新执行 再看一遍 有没有 他就只会左转右转 他就头不会倒栽充 好 再来 头把会动是因为他面向左边跟面向右边 好 那如果说你希望他永远都是这个长相 不要 连左右翻都不要 那就是 不要旋转 好 那他就 就是用这个方式一直在 移动 那 他样子就不会变 好 所以这个是个人要不要旋转的问题 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 等一下 我们用另外一个 我让他一直转 来各位看一下 我让他一直转 来我让他一直转 然后我们来看看这个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有什么用 好 那你那个层次如果不想执行的 你直接把它拉开 他就不会执行 他就不会执行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执行的就只有这一支 好 我现在让他不要旋转 然后我这边让他一直转 我来 顺便走个实步 好 边走边转 好 你来看一下 他会变这个样子 然后他因为他不要旋转 他就保持原来的样子一直转 好 如果呢 变成左右 变成左右 来看一下 他有左右翻 有看到吗 当他往左边的时候 他是有左右翻 好 再来 如果他是 各地的话 他就变这样子 好 好 因为他可以朝向每一个角度 好 所以这个是旋转方式的设定 来 各位试一下 如果 如果你这个层次不要了的话 直接把你的积木往这边拉 这样子就会删掉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做什么呢 我先把他删除 我找另外一个角色 好 老师 你可以以下面的啊 我前面找一个 好 那个 好 造型只有一个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如果要让他有那个 动的感觉 要有动的感觉 我们 就要在 他的造型上做变化 那他现在只有一个造型 所以我可以按右键 复制 他就多一个造型 对不对 那我就来做第二个造型的修改 那修改的方式很简单 他这边有两种绘图的模式 那这个有点像小画家的 叫做点正图模式 所以你这边跟小画家的绘图功能很像 那如果你的图有支援 那个向量图的话 就可以用向量图的模式 来做修改 这两种画图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先讲这一种点正图 好 我如果要让他有那个动的感觉 我是不是 就要动作上要改变一下 好 那我就用 我先把他的脚框起来 好 框起来之后呢 然后呢 我把它做一个旋转 好 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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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旋转在这边 好 然后移动 好 接起来 好 好 好 老师是接骨大师 好 然后呢 他的手我也把它转一个脚步 好 然后呢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好 老师 要怎么让他动 我让他的脚动 来看一下看一下 当绿琪被点一下 他这个属于外观的变化 所以点外观 然后这里有造型对不对 有造型 那我直接用下一个造型切换 然后呢 我用重复执行 让他一直切换造型 好 好 然后呢 等一下会开始爆笑 请你笑小声一点 好 好 那预期点一下 好 好 好 因为 因为电脑跑太快了 所以不要等待一秒 对 对 因为电脑跑得很快 所以他每一条指令执行的时间 大概比0.01秒还少 所以他的切换动作会像那个中风一样 所以我们给他加一个等待时间 然后数字是可以改的 好 我们0.5秒好了 好 0.5秒再换一次造型 那这样子就会看起来比较正常 有没有 好 老师可以再快一点吗 那如果还要他往前走呢 就要加上刚刚的层次 动作这边有移动 对不对 把他放进来 每换一次造型 我就往前移动十步 然后呢 顺便碰到边缘要反弹 然后还有 刚刚左右 要放在这斜面 这样他就不会倒栽充 好 来试一下喔 这就是他的独特的行走的方式 好 可能昨天被卡车撞到腰 好 来 換你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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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